Hello大家好,我是庄野,很高兴又见面了 今天咱们继续讲《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上集咱们讲的那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 那场战争也被叫做安妮女王之战 不过呢,有观众在看节目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 咱们的标题是蒙特利尔的故事 可是好像上集你嘚巴嘚巴讲了这么长时间 好像没有提到蒙特利尔 的确,其实蒙特利尔在安妮女王之战之中 一直是很平静,没有受到英军大规模的攻击 但是这并不代表英国不想攻击蒙特利尔 只不过是没有成功 在伊洛奎人和飓风的帮助之下 新法兰西加拿大省的核心地带 包括魁北克城和蒙特利尔 这两个地方就成功的逃过了一劫 逃过了英国人的海陆双重袭击 所以咱们不得不说法国人的运气是真好 不过该来的总是要来 就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结束43年之后 一场更大规模的英法冲突 终于在欧洲和北美隆重上演 而这次蒙特利尔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北美大陆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新法兰西 在这场新到来的战争中是彻底沦陷的 被英国人是全部吞并 OK 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场 让新法兰西彻底沦陷的七年战争 其实在安妮女王之战和七年战争的中间 还有一场乔治王战争 King George's War 其实就是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这场战争在北美被称作乔治王战争 不过咱们对这场战争基本上一带而过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战争并没有影响到各大列强 在北美的势力范围 换句话说跟加拿大关系不怎么大 倒是有一点关系 就是之前咱们说过的 英国人在1745年 他把布雷顿脚岛上面 法国人的要塞路易堡英国人给拿起来了 不过打完了之后 英国人又把路易堡还给了法国人 所以说这就相当于打来打去打了个寂寞 就跟土豆在这次刚刚过去的大选中 一个鸟样子 折腾了半天没什么变化 所以说咱们也不用提这场乔治王战争了 不过发生在欧洲那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可以说是接下来发生的七年战争的前哨之战 这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的战争起源 是在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国家一直不消停了 在1618年开始到1648年 他们经过了一场30年战争 这其实就是一场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内战 不过不只是内战了 后来欧洲各大猎枪也都纷纷卷入 战争之后 造成的结果就是法国崛起 西班牙衰落 而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是最惨的 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境内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小邦国 所以说这个名义上还是承认神圣罗马帝国这么一个共主 但是实际上已经 他们整个内部已经陷入军阀割据的野蛮生长状态 跟咱们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差不多 后来发展到七年战争时期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 你别看我这么多的小邦国 但其中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 只有这么三个 我们称之为三杰 第一个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核心 他所在的中心国 我们称之为奥地利 还有一个就是汉诺威选侯国 这位因为他继承了大不列颠的王位 一下子成为了一个谁也不敢小瞧的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一哥 第三个就是普鲁士公国 这个小公国的这个名字非常耳熟是吧 所以说我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他极为强悍 他也是日后统一德意志帝国的最核心的力量 在这三杰之中 这个汉诺威比较随和 因为他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 他也不招灾不惹祸 他的权力核心实际上是在英伦三岛 因此他也不惦记着 要在神圣罗马帝国之中称王称霸 但是另外那两位 就是普鲁士和奥地利 这两个家伙可不是省油的灯 那都是憋着要做德意志地区的老大 那相互之间是水火不容 这个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就是围绕着奥地利的王位继承问题 而展开了一场欧洲列强之间的狗咬狗的一场混战 最开始就是在1740年12月 有普鲁士向奥地利宣战引发的 然后各大欧洲列强是纷纷的加入混战的 当然这个过程跟咱们今天的主题不挨着 所以说您只需要记住谁跟谁是一伙的就行了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 英国奥地利和荷兰还有俄国 这几位是一伙的 另外里头是法国西班牙瑞典和普鲁士 这么多年记不住啊 咱们简单来说 一边是英奥一边是法普 这个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在1748年停战 不过别看打了这么多年 真正被揍的满地爪牙子是奥地利 打的最爽的是普鲁士 而且这个普鲁士在战后也获得了大片领土 一跃成为德意志地区 除了奥地利之外最强的诸侯国 通过这场战争 各大列强基本上都摸清了对方的底 英国摸清了法国的底 普鲁士摸清了奥地利的底 这就为接下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 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就发生了这场战争了 那就是改变加拿大和北美历史的七年战争 说这个战争之前 咱们首先说一下它的起因 这场七年战争在北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法印战争 而且北美这边要比欧洲本土先打起来的 咱们常说这个七年战争七年战争的 是指这个英法双方的撸起袖子正式开打的1756年到1763年这七年 而在北美呢 实际上最初的冲突啊 是发生于1754年的5月28日 看比1756年的正式的开战时间早两年 这就是发生在1754年5月28日的珠蒙维尔峡谷伏击战役 这场伏击战的发起者呢 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他那个时候呢 是北美英军民兵部队的一名初级军官 那个时候他刚刚22岁 这场冲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话说在1753年前后 这个英国人和法国人呢 在北美大陆上啊 他们正在争夺现在在美国境内的那个俄亥俄河谷 那段地区的这个控制权 结果这个华盛顿呢 他没有搂住火啊 伏击了一支小规模的法国部队 死的人不多了 杀死了对方十个人 包括那个指挥官朱蒙维尔 你看英法的冲突呢 就是这个华盛顿开的第一枪啊 所以说这个错呢 就在他身上 有人说哎呀 看走眼了 别看这个华盛顿啊 美国国父啊 这么大名气 竟然鼓得出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战争啊 你这个名出的 出的不太光彩啊 其实呢 这华盛顿挺冤的 其实这个英法矛盾呢 是前面半个世纪 双方为了争夺利益啊 是逐渐累积起来的 这华盛顿这一枪呢 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说 你让华盛顿把这个锅给背上呢 其实也不太公平了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英国这边呢 这个华盛顿呢 捅破了英法双方斗而不破的这个窗户纸 于是呢 这多年的积怨呢 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出口 于是迅速引发了 双方在北美的军事行动的升级 这法国人呢 立刻就开始报复啊 于是一个月后呢 法国人给华盛顿的部队 来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 这华盛顿呢 真不扛揍啊 一揍就投降了 所以说这场战役呢 充分展现出了华盛顿 那让人笑笑大牙的二把刀的这个军事指挥能力 英法双方在北美大陆擦枪走火的消息呢 传到了欧洲 这英国和法国呢 一开始还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但是没有成功了 毕竟双方在北美的矛盾呢 那是积怨已久啊 哪那么容易说动动小嘴就解决了呢 这英法双方一看呢 哎呀 既然撕破了脸了 那就对不起了 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 弄他们 于是呢 双方就开始向北美派遣正规军 你看 这就跟咱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抬杠一样啊 你枪一句火 我枪一句火 话不投机 双方就抬上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别看双方在北美是擦枪走火抬杠升级 可是英法双方呢 都没有跟对方宣战 哎 重点来了啊 没宣战啊 但是您别看双方没有宣战了 咱们看英国人的行动呢 非常偏激啊 其实跟宣了战也没什么区别 英国人呢 从1755年的8月开始 就开始骚扰法国的航运 在两国名义上处于和平状态的情况下 这英国呢 就扣押了数百艘法国的商船 而且呢 俘虏了数千名商船上的海员 还有更过分的 从那个1755年开始 这英国人呢 就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阿卡迪亚大驱逐 把那个已经生活在诺巴斯沟上 这片土地上 已经一百多年的阿卡迪亚人 一夜之间是全部剥夺公民权的 这些手无寸铁的阿卡迪亚的法裔农民们 被那个全副武装的英军包围起来 用刺刀压解着 一个个的离开自己的家园呢 这一下子法国真的被惹毛了 哟 怎么着 这场战争呢 你们先开着火啊 怎么你们自己还跟受了多大委屈一样呢 还讲不讲个理了 于是法国人心说了 哎 既然呢 你们英国鬼子这么不地道 那说不起了 我呢 也得熟识一下你们 可是怎么熟识呢 这英属北美呢 它有大西洋护着 这个英国本土呢 又有英吉利海峡护着 我们的法国的海军呢 又比较弱势 那干着急打不着啊 哎 这样 我呢 我可以熟识你们在欧洲大陆上的亲戚啊 谁呀 就是那个神圣罗马帝国 下面那个汉诺威选侯国呀 这汉诺威选侯国 也就是英国的汉诺威王朝的娘家呀 你看那个汉诺威的选帝侯呢 同时他也是大不列颠的国王 双方是共主联邦啊 而且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 本人呢 他就是出生在汉诺威选侯国 而且这个乔二呢 他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出生在英国本土之外的英国国王 他德语说的比英语还溜呢 法国一想动这个汉诺威选侯国 这就相当于打蛇打七寸啊 这就让英国有点害怕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这个英国的国王乔二啊 他大部分时间 他还是在汉诺威那边居住 而且这个乔二呢 他对英国这边的国内政策几乎没有控制权 英国所有的大政方针几乎都是由以英国首相为首的大无列颠议会所控制 但是虽说这个乔二不怎么管英国这边的事儿 但是也不能说咱们堂堂的英国的国王被法国人给逮去啊 这英国可丢不起那人呢 于是呢 这英国呢 就跟那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那个强悍的小国普鲁士 他俩递结了一份合约 这个普鲁士呢 就同意保护汉诺威 这法国一看 哟哈 结盟谁不会啊 你跟普鲁士结盟 那我就跟普鲁士的敌人奥地利结盟 而且管我们俩还不行啊 我们继续拉人 于是呢 这个欧洲大国呢是纷纷战队啊 瑞典和俄罗斯加入法欧阵营 西班牙呢也在战争的后期加入了法欧阵营 英普这边一看呢 哟哈 对面搞大发了啊 我们也拉人 不就是打架吗 谁怕谁啊 于是呢 英国呢又把这个葡萄牙给喊过来了 普鲁士呢也帮忙喊过来一堆 原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下面的那些小邦国啊 你看特有意思啊 这次战争的结盟双方呢 跟八年前结束的那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 刚好反过来 八年前我不是说过了吗 一边是英澳 一边是法普 而八年之后 这边是英普 这边是法澳 掉了一个个儿 这叫反向结盟 这次结盟在历史上呢 还有一个特定的名词 叫做外交革命 英国和普鲁士 这两个在八年前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最能打的两个家伙 站在了一起 这下子 这个七年战争的结局呢 基本上就没什么悬念了 不过在这里面最搞笑的还有一个国家 就是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呢 一直跟奥地利关系不错 于是呢 八年之前呢 这个俄罗斯呢就跟英澳一伙 到了八年之后呢 这俄罗斯帝国呢 一开始他是加入了法澳这头 后来呢 在这个1761年的12月 这俄军呢 把这个普鲁士军队呢 是一痛痛脸的 让这个普鲁士军队呢陷入绝境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1762年的1月 俄国的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 是突然去世 这俄罗斯的沙皇呢 换成了彼得三世 可是这个彼得三世呢 他可是普鲁士的斐特列大帝的脑残粉啊 他这一上台呢 这俄国立马是转换阵营 调转枪口啊 并且把俄军之前占领的全部土地 归还给普鲁士 这波神操作呀 历史上被称为博兰登堡的奇迹啊 当时你看 这个普鲁士都快被俄罗斯打得快要山穷水尽了 结果是天上掉下个脑残粉啊 这个俄罗斯的比萨呢 一下子就让这个普鲁士是起死回生 可以说比萨在危急时刻拯救了普鲁士 所以说您看这个比萨是不是脑子缺根弦啊 不过这个比萨最后呢 也为自己的脑残行为呢付出了代价 他加冕不到半年的时候呢 他不是1762年的1月份上台的吗 结果刚到6月28日 不到半年 这个沙皇彼得三世呢 在宫廷政变中被他的皇后叶卡杰琳娜废除 他被废之后的半个月之后啊 就是7月17日啊 这个比萨呢 被叶卡杰琳娜给堵死了 他的媳妇叶卡杰琳娜 也就成了俄国历史上的叶卡杰琳娜二世 这位女皇呢 在俄罗斯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被称为叶卡杰琳娜大帝 所以说呢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呢 您可千万要记住啊 当粉丝可以 千万别当脑残粉啊 ok不跑题啊 咱们继续说回这个七年战争啊 你看 在这个七年战争的开始之前 欧洲列强呢 分为两方阵营 分别以英普和法澳为核心 列强是纷纷战队啊 其实这帮列强一开始战队呢 也不是为了打架 而是就是想吓唬一下对方 而且吓唬对方 他的目的呢 其实是为了防止战争爆发 可是呢 事与愿违啊 有了后台撑腰呢 这胆子呢 就比平时要大 结果呢 这不在1756年的5月17日 英国呢 正式对法宣战 双方呢 终于是撸起袖子正式开打呀 战火呢 在随后的几年之内是不断扩大 最终呢 这个战争呢 就波及到欧洲 美洲 加勒比海 菲律宾 印度还有非洲 可以说这场七年战争呢 就妥妥的就是一场全球大战 战争期间有数十万人死于其中啊 日后呢 著名的这个英国的首相 温斯顿丘吉尔呢 就把这场七年战争 称之为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过咱们别看这场战争 有这么多的参与者 这么多的参战国 战火也波及到这么广的区域啊 但是其实呢 真正能打的就是这么五个国家 就是英法普奥俄 其中最能打最强悍的 反而不是那个英国 而是这个普鲁士啊 当时这个普鲁士的国王 就是霍亨索伦家族的菲特列二世 历史上呢 他被称为菲特列大帝 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位 被毒死的沙皇比萨 狂热崇拜的偶像 就是这个菲特列大帝 这位菲特列大帝呢 他可以说是德国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后来到了二战时期 那个希特勒呀 特别崇拜他 导致后来当希特勒垮台之后呢 连带着这个菲特列大帝的名字呢 也抽到街了 其实 菲特列大帝挺冤的 这个菲特列二世的成就呢 可以说是甩希特勒几条街都不止啊 那希特勒给他提鞋都不配啊 正是这位菲特列大帝 他带领着普鲁士 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乱哄哄的一堆松散小邦国中间 是脱颖而出 带领着普鲁士在欧洲大陆取得大国的霸权 为后来的德国统一迈出了最坚实的第一步 后来咱们都知道了 德国统一了嘛 那是在1871年的1月 在那个普鲁士的铁血宰相 比斯麦的带领之下 德国呢 被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 哎 其核心中间力量就是普鲁士 因此说没有菲特列大帝 就没有现在统一的德国 而且这个菲特列大帝呢 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啊 他在位的时间又特别的长 他又在军事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音乐等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尤其是军事方面 他绝对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不是初的军事天才 他被誉为近代欧洲的第一战术家 在军事史上可以跟后来的那个拿破仑齐名 其实严格来说呢 这拿破仑呢不如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个战役指挥方面啊 菲特列呢被认为是拿破仑的启蒙老师 这拿破仑后来呢 在自己的时代呢 击败了普鲁士的时候呢 曾经站在菲特列大帝的墓前 这么说的 假如他还活着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 你看 拿破仑特别崇拜他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呢 这个七年战争 为什么英国可以完胜法国 也是多亏英国呢 跟这个菲特列大帝这么一位大咖结盟的缘故啊 你看呢 1756年这个七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呢 这个菲特列呢他刚刚44岁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正是当打之年呢 你看呢 战争一开始啊 这英国人呢 主要是在美洲纵横驰骋 而这个欧洲战场呢 他全部交给普鲁士了 再看这普鲁士 这菲特列大帝 简直就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啊 愣是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 以普鲁士一个小国之力啊 独抗法奥俄三大强国啊 这才能让英国能够从容抽出兵力 在北美痛贬法国人呢 有人听到这可能会奇怪了啊 你看这个菲特列大帝 这样一位英明神武的人才 为什么会跟英国人结盟呢 英国给了他什么好处了吗 好处肯定是有了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 这个菲特列大帝呢 他其实是英国国王乔二的亲外甥 不知道是吧 这个菲特列大帝的妈妈 就是汉诺威的索菲亚多罗西亚王后 那可是乔二同父同母的亲妹妹啊 打断骨头连着筋啊 所以说这个外甥帮助舅舅没毛病 OK 咱们前面嘚嘚嘚嘚讲了半天这个七年战争的起因啊 至于这个战争的过程呢 欧洲那头呢 咱们就简单一笔带过啊 毕竟咱们是在说加拿大嘛 所以说咱们主要说一说 在北美洲这边 北美这边的战争 历史上呢 七年战争的北美版本呢 被称为法印战争 它其实是从1754年 华盛顿捅娄子那时候开始打的 实际打了不止七年啊 这战争一再北美打起来 那可就是真正的英法决战了 于是呢 这个本地原住民的部落们呢 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个原住民呢 你也不能再装模作样假打了啊 你像上次在1711年 这个伊洛奎人呢 在英法双方这里面 两头老好处这种事呢 也不可能再发生了 于是呢 呃 原住民们呢 在和平了半个世纪之后 又开始拿起武器 互相杀戮 这次呢 双方的结盟关系还是跟以前一样啊 伊洛奎的六族联盟 还是跟英国人结盟 而那个阿港坤和修伦 还有一大堆这个小部落 跟法国人结盟 呃 不过这里有个概念啊 我再重申一下 之前呢 咱们说过无数遍了 这场战争之所以被称为法印战争 听起来好像是法国人 跟印第安原住民之间的战争啊 但是实际上 叫法印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法国人跟原住民结盟的关系 双方结成法印同盟 在北美呢 就是法印同盟跟英国人作战 啊 不过实际上 您知道了 这个名字呢 其实并不科学 它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因为 您听我前面讲了半天 您就知道了 不是所有的原住民 都跟法国结盟的 也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原住民呢 就是伊洛奎他们那帮人呢 他是跟英国人站在一起的 不过叫什么名字无所谓了啊 重要的是过程 今天呢 我只挑几个跟加拿大相关的几场 比较重要的战役或者战斗 我呢 按照顺序给您列举一下啊 第一场是1758年 在1758年 英军呢 攻占布雷顿角 包围了那个路易堡要塞 在7月份 迫使路易堡投降 英军 从此拿下了整个新法兰西的阿卡迪亚殖民省 第二年也就是在1759年的9月 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平原战役了 英军呢 攻占魁北克城 对这场战役 您要是感兴趣呢 您可以看我的庄业杂谈第66集啊 在英军攻占魁北克城之后的两个月之后 也就是在1759年的11月20日 法国舰队在基伯隆湾海战中 被英国舰队全歼呢 法国呢 从此彻底丧失了海上争霸的能力 失去了治海权 从此之后呢 这个北美的新法兰西就彻底 失去了来自欧洲大陆的补给啊 于是 再看新法兰西土地上的这些殖民地 那一个个都变成了岸板上的大肘子五花肉啊 英国人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 在这个基伯隆湾海战过后八个月 也就是在1760年的7月初开始 英军呢 就开始发动了对蒙特利尔的全方位攻势 总指挥呢就是杰弗里·阿姆斯特将军 英军是三股大部队啊 从西北南三面夹击蒙特利尔 阿姆斯特自己呢 带领一支队伍 从安大略湖一带出发 詹姆斯莫里将军呢 他领导的部队 从那个魁北克城出发 威廉·哈维兰 他领导的第三支部队 从蒙特利尔正南方向的 Ford Crown Point那儿出发 这三支部队呢 英军大约一共是一万八千人左右 都是装备精良的英军呢 而负责防守蒙特利尔的法军呢 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可以说战争还没开打 这个胜负呢就已经定下来了 这英军一路上呢都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啊 你看这个沿途的法军守军呢 那都是直接投降啊 而那些法国的原住民的盟友们呢 人家也不傻呀 一看这法国人真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于是呢 他们也纷纷为自己想好了后路 该投降的投降 该谈判的谈判 反正呢 原住民呢是不能再为法国人当炮灰了 法国人这边唯一有决心和英军决战的 就是那个蒙特利尔地区的法国的军事指挥官 弗朗西斯德加斯顿 他在法国国内呢有一个骑士的头衔啊 叫莱维斯骑士 关于骑士这个头衔呢 这个头衔在法国的贵族列表里面 属于比较低级的贵族啊 咱们接下来就喊这个莱维斯骑士呢 叫做莱维斯啊 就直接喊莱维斯就行了 这个人呢有一定的战斗经验 他是新法兰西法军的二把手 他的顶头上司呢有两位 而且呢这二位呢是互相争斗的两位爷呀 一位呢就是在魁北克城住房 后来在亚伯拉罕平原战役中战死的那位 新法兰西的法军总指挥蒙卡姆侯爵 另外一位呢就是新法兰西的末代的文职总督 皮埃尔弗朗索瓦德里哥 他在法国的爵位是沃德鲁伊侯爵嘛 这位新法兰西的末代总督 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在庄业杂谈第66集 咱们说到过这位沃德鲁伊侯爵和那个蒙卡姆侯爵啊 这个沃德鲁伊侯爵呢他是海军出身 而这个蒙卡姆侯爵呢是陆军出身 这二位呢一直就不对付啊 矛盾重重 其实当初路易十五啊 把这个蒙卡姆侯爵派到新法兰西接管军队的时候 这个沃德鲁伊侯爵呢就一肚子气啊 他就回信给法国 说这个我们新法兰西呢不需要这么一位草包将军 结果呢人家蒙卡姆侯爵没理他自己就来了 这蒙卡姆侯爵不是新法兰西的军事指挥吗 算是军分区司令 结果总督跟军分区司令 这二位闹个没完没了啊 而莱维斯呢他是军队的二把手嘛 他可就不好干了 你说一个小媳妇要伺候两个婆婆呀 在里面跑来跑去 谁都不能得罪 还要干好本职工作 还要帮着维系好这两个顶头上司之间的关系 可费了牛尽了 不过咱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莱维斯这个人的杰出的外交能力 后来这个蒙卡姆侯爵在亚伯拉罕平原战役之中 在魁北克城以身殉职 这个莱维斯呢于是就被沃德鲁伊侯爵 任命为北美法军的总指挥 你看总督给他升官了 他就接替了那个蒙卡姆侯爵原来那个法军的一把手的位置 等到这个魁北克城陷落之后呢 证实这个莱维斯起始 他在1760年的4月底开始 突然带领着蒙特利尔的法军呢顺流而下 直接攻击魁北克城去了 他先是在外围呢 把这个防守魁北克城的英军著名将领詹姆斯莫里 所率领的这个部队呢是一通胖揍啊 莱维斯一看哎哟哈你撤到城里了 于是莱维斯呢就把这个魁北克城呢围了个水泄不通啊 接下来就攻城吧 结果呢悲催了 之前咱们讲那个魁北克城墙的历史的时候呢 咱们讲过这个魁北克的古城墙在法国人手里没什么用 在英国人手里呢特别好使啊 这莱维斯呢愣是打不下来 不过咱们也不能说这个莱维斯草包废物啊 他打不下来因为他武器不行 他手里呢缺乏大炮和工程设备 面对着魁北克城那么坚固的防御攻势 他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嘛 巧妇难为五米之催嘛 于是这个莱维斯呢只好按兵不动 等待来自欧洲本土的法国援军的到来 可惜啊等啊等啊 最后等来的是英国人从欧洲派来的援军舰队呀 那法国的援军呢 这支英国舰队举手了啊 是我是我 我们来的时候呢顺手啊 把你们法国派出来的支援舰队给灭掉了 这莱维斯一听啊 哎我天 眼泪一红眼眶掉了下来啊 这老天爷压根不给我们法国人留下一点胜利的希望啊 那还打什么打 撤吧 于是呢 这莱维斯只得撤兵退回蒙特利尔 从这个魁北克城啊 煞雨而归之后 这蒙特利尔呢 也就成为法国在新法兰西的最后一个堡垒 一旦失去蒙特利尔 这个新法兰西呢 就彻底玩完了 莱维斯呢 就跟这个总督啊 沃泽鲁侯爵 这二位呢 商量 未来怎么行动啊 这时候的新法兰西呢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但是这两位新法兰西最后的坚守者们 依然在竭尽全力的想办法 试图保卫 他们这片无数的英勇的仙人们历尽艰辛才打拼下来的这片北美的沃土啊 这不就跟咱们前面讲的接上了啊 在1760年的7月初开始 英军终于开始动手了 英军的三股大部队从西北南三个方向夹击蒙特利尔 可以说是三面合围啊 那法军基本上已经是无路可逃了 这英军指挥官呢就是杰弗里·阿姆斯特嘛 他手下一万八千多人 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英国的正规军啊 还有6500名来自英国的这个北美殖民地的民兵 再加上700多名伊洛奎的战士 而莱维斯这边呢 他现在是绞尽脑汁啊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保卫蒙特利尔 他手头现在总共有八个营的兵力 也就3200名正规军 这么点人很明显不够用啊 所以说蒙特利尔这一带呢 法裔人口有不少 大概有八万二十千多人 其中呢有超过两万多名 能够上战场作战的民兵 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原住民的联盟的人嘛 但是这些人呢都没办法用了 为什么 因为这原住民部落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希望与英国人和平相处 他们也不愿意为新法兰西抛头颅洒热血 谁也不愿意当炮灰 而这些法裔人口呢 他们大多数呢都已经对战局感到绝望了 其中大多数人呢早就做好了准备 这英国人一到呢 哎我就交枪投降啊 英军几乎是兵部血刃的 就来到了蒙特利尔的附近 所有的三支军队几乎在一天之内 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到达蒙特利尔 哎 这帮人呢就等着一声令下 向蒙特利尔发起总攻 这时候的蒙特利尔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那城内只剩下不到2200名正规军 和大约200名法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而且这就是新法兰西所剩下的所有士兵了 不仅是人少装备差 而且军机涣散 长官跟士兵们说话的时候呢 哎 用命令都不好使 必须得用恳求的方式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蒙特利尔 他外围呢也是有一圈城墙啊 但是那所谓的城墙呢 其实就是一条浅浅的护城河和一道雷起来的这个低矮的石墙包围着 而这道石墙呢 当初建的时候就是为了防御原住民而建的 面对英军这样武装到牙齿的世界最强军力 这城墙压根不管什么用啊 你说城内要是光是战斗人员也还好说 最头疼的是 蒙特利尔这城里面已经挤满了难民啊 新法兰西所有的难民都跑到这来了 这要是打起来 这些人肯定就成炮灰了 后来呢 思前想后啊 这沃德鲁伊侯爵和这个莱维斯啊 这二位呢 不愧是新法兰西最后的守护者呀 这二位是相互交换了下眼神 坚毅的点点头 头可断血可流 军人的荣誉不能丢 这二位可真够硬气的啊 派人带话给英军总指挥阿姆斯特将军 阿姆斯特 你可不要小看我们新法兰西的军人 我们二位是新法兰西的最后守护者 我们决定与我们的城市 一个月 阿姆斯特一听 什么 什么 你嘴里有袜子 你说清楚点 说清楚点就是 能不能休战一个月 阿姆斯特一听都气乐了 你们法国人是不是疯了你们 你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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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么多人来啊 大兵压境 远道而来 你让我们休战一个月 等你们一个月 你以为我们是来跟你玩过家家的呀 你是不是还琢磨着你们法国王室派援兵来救你们 是吗 别人说你们法国人浪漫的 我还不信 结果你们不仅是浪漫的 你们就是浪催的呀 别臭美啊 我就给你们六个小时 考虑一下你们是是战是和 于是呢 这个阿姆斯特将军呢 就要来人带回去一封信 这就是阿姆斯特将军起草的英国人提出来的55条投降条款 只要你们法军守军呢 答应这55个条款 就允许你们投降 这封信送到沃德鲁伊侯爵和莱维斯手里 这二位呢 不愧是新法莱西的最后守护者呀 这二位是相互交互一下眼神 坚毅的点点头 头可断血可溜 军人的荣誉不能丢 我们全都同意 看在这儿呢 可能有人会说了啊 啥玩意儿这是 我还以为会有一场什么蒙特利尔大会战呢 怎么一枪没放就投降了 你看我们这帮 站在边上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我们也不容易啊 你们搞得我们很丧心啊 有没有啊 其实啊 你们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其实啊您当时要是站在这二位法国守护者的位子上呢 估计也不会为新法兰西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大家来新法兰西呢 就是混个前程 就是一份工作嘛 也犯不着把命丢在这儿 不过 你别看我说的这么轻松啊 他俩投降的过程呢 其实也没这么干脆利索 之前讲的那些呢 是为了节目效果 实际上呢 他俩也是经过非常痛苦的思想斗争和讨价还价 当时你看英军不是提出来55项投降条款吗 沃德鲁侯爵呢 还修改了几条送回去 其中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英军要求他们放下武器 退出这场战斗回国去 之后呢 你们再去哪打 那不关我的事儿了 但是呢 作为我英军阿姆斯特将军的手下败将 在北美大陆就算没你们这号人物了 这莱威斯呢 就觉得啊 这阿姆斯特将军的要求太过分了 也太侮辱我们法国人的这个荣誉了 他就要求呢 呃 你英国人应该允许我们法国人带着我们的武器和大炮 堂堂正正的离开 像一个军人一样站着离开 这阿姆斯特听了之后呢 头摇着跟波浪鼓似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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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啊 啊 让你们带着武器离开 开玩笑呢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你们围住的 你们想来一个金蝉脱鞘啊 当我傻呀 回头你们跑到我们英军包围圈的外面 回头继续打我们啊 你以为我们是三岁小孩呢 这么好糊弄啊 所谓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不行啊 我们坚决不同意 把这个莱维斯给气得呢 差点呢就先桌子不谈了 不过后来呢 还是这个沃泽鲁伊侯爵呢 见过大场面 耐心的劝说他呀 这莱维斯呢最后是冷静了下来 最终呢同意了英国人的全部条件 不过呢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啊 这个莱维斯呢让自己的部下 把所有的军旗全部烧毁 没有把这个战争胜利者应有的荣誉 交给这个阿姆斯特 后来在1760年的9月8日上午8点 法国在北美大陆的统治正式终结 英军阿姆斯特将军在蒙特利尔城墙的西北方向的一所小房子里面 在法军递交的投降书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小房子呢后来被称为投降小屋 不过这座房子呢您现在应该是找不到了 那是后来在19世纪末啊 蒙特利尔的当地人在修建水库的时候 把这座房子给拆除了 有人说为什么不保护这座历史古迹呢 有啥好保护的 这座小破房子虽说是有历史价值了 但是呢价值有限的就是一个cottage 破破烂烂的也没什么艺术价值 而且呢这房子可是蒙特利尔被英国人征服的标志啊 那可是法裔人民心中不可触碰的伤口啊 因此说呢在法裔们的心底深处怎么可能愿意保留他呢 还不够丢人吗 因此说呢就找个油头就给他拆了 这个小屋当年确切的地址也没人知道了 你也不要问我我也查不到 在投降仪式举行的当天 法军在沃德鲁伊侯爵和莱维斯骑士的率领之下 放下武器烧毁军旗向英军列队投降 后来呢这个沃德鲁伊侯爵和莱维斯这二位呢 作为战俘被押送到魁贝克 然后呢被英军派船只遣送回法国 蒙特利尔被攻占的消息在英国引起了全国的欢呼啊 这就代表着什么呀 这代表着新法兰西彻底被征服啊 当然了北美大陆上其实还有一些法军的残余部队 但是基本上那些人呢已经对英国人呢够不成什么威胁了 于是呢英国迅速抽出兵力 派出远征军前往加勒比海地区 痛扁法国的盟友西班牙呀 而西班牙那个时候呢在海陆两方面呢都是窝囊费都是弱鸡呀 那根本打不过英国 英国是毫无悬念的取胜西班牙 之后呢这下好了 北美战场上的大批英军是腾出手来呀 立刻杀回的欧洲战场 跟这个普鲁士是兵河一处降打一家 再加上俄罗斯人的这个1762年的反水呀 法国奥地利西班牙 这伙人呢立马被揍的没个人样了 最后呢这个七年战争在英普两国大获全胜的结局中结束 在1763年的2月10日 英国葡萄牙跟法国西班牙签署了一份1763年巴黎条约 哎您注意啊 这份巴黎条约并不涉及普鲁士跟奥地利两国 普奥两国呢在巴黎条约签署之后的五天 这两国呢单独签了一份另外的协议 就是那个修伯特保条约啊 不过咱们不提他俩了 咱们只说跟咱们关系比较大的这个巴黎条约 在巴黎条约中英国是最大赢家 法国是最惨的 条约规定啊 法国把整个除了圣秘群岛之外的 所有的北美新法兰西的领土 还有那个法蜀路易斯安那的这个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部分 全部割让给英国 还有另外一个战败国西班牙嘛 也不能放过他呀 在巴黎条约中西班牙呢 把自己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个佛罗里达殖民地 割让给英国 不过呢这个西班牙呢 他虽然失去了佛罗里达 但是西班牙人从法国人那里 得到了北美的法蜀路易斯安那的大部分领土 所以说西班牙算是吃亏不大啊 具体来说呢 那就是在1762年 就是七年战争结束前的一年 法国呢 为了感谢西班牙的帮忙 把这个法蜀路易斯安那送给了西班牙 不过西班牙最后呢 也没有全部拿到手 后来到了拿破仑统治时期 在1800年 这拿破仑呢 又用其他的好处 把路易斯安那从西班牙的手里又给赎回来了 后来这个拿破仑呢 拿走了路易斯安那之后啊 为了恶心英国人 同时呢 捞点钱 在三年之后的1803年 这个拿破仑呢 就把这个法蜀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佬了 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在庄业杂谈第41集里面说过啊 今天就不啰嗦了 接下来呢 咱们再看看1763年停战之后的北美大陆地图 你看法国人可以说是输得干干净净啊 被英国是拔毛拔到突兀 一根不剩 对 还剩一根小毛 就是那个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吧 战争结束之后呢 咱们再回头看看今天涉及到的这几位人物的结局啊 先说说英国负责进攻蒙特利尔的总指挥 杰弗里阿姆斯特将军 和他手下的那个另一位指挥官 詹姆斯莫里 后来这二位呢 分别担任英国占领下的魁省的第一任和第二任的总督 但是这个杰弗里阿姆斯特将军呢 他是战事总督啊 七年战争结束之后呢 他就卸任了 因此说这个詹姆斯莫里 他才是第一位战后的魁省正式总督 而且他跟法裔的关系处得特别好 他也是1774年呢 为法裔平权的那个魁北克法案的重要的幕后推手 他对法裔你可以说是人之以尽啊 后来甚至因为偏袒法裔 而被英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势力呢 告上法庭 最后被迫离职啊 法裔们其实对他也是知恩图报嘛 一直在纪念他 现在你要是在魁省呢 能够发现很多 以这位魁省前总督的名字 命名的街道名或者地名啊 他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啊 带兵抵抗法国和西班牙的围攻 曾经在一个地方被围攻了七个月嘛 最后被迫投降啊 不过他在战争中也没出什么事了 战后呢他就退休了 回到英国的这个苏塞克斯郡 霍林顿自己的老家 在那去世的 他是1794年去世的 享年60岁 而这个杰弗里阿姆斯特呢 他后半生一直在为英军打仗 他后来也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 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这个反法战争 后来在1795年的2月退休 并且于1796年的7月30日 晋升为英军的陆军元帅 你看是退休后给他的元帅头衔 可以说是荣耀一级了 他退休之后就在家中待着了啊 后来在1797年去世 享年80岁 可以说是高寿啊 最后咱们再说说法国这边的 这个沃德鲁伊侯爵 1762年的这个沃德鲁伊侯爵呢 被当成新法兰西灭亡的替罪羊 被关进那个巴士地域接受审判 不过一年之后呢 因为证据不足嘛 他又被释放了 法国政府呢 后来又给他恢复了养老金和荣誉 后来在1778年的8月4日 这个新法兰西的末代总督 在法国巴黎去世 他呢 也代表着新法兰西的最后一丝余光 灰飞烟灭 而那个莱维斯呢 他回到法国之后啊 因为他在蒙特利尔啊 非常聪明 他烧毁了军旗嘛 没有让法军丢脸 因此说呢 他回国之后呢 继续受到重用 没有被追究 后来呢 他继续在七年战争的战场上 发光发热 转战欧洲战场 继续服役 后来还参加了法军在欧洲的不少战役 后来在1763年双方停战之后 他也退役了 在1765年呢 他还被任命为法国的阿图瓦省的省长 在1783年呢 他被晋升为法国元帅 并且在1784年 被晋升为 可以世袭的莱维斯公爵的头衔 你看他从一个小小的骑士 一直升级到可世袭的公爵 可见这个法国政府呢 对这位莱维斯将军还是相当尊重的 给了他很高的荣誉 后来这个莱维斯公爵呢 他是1787年在法国阿拉斯去世 享年68岁 他的儿子啊 皮埃尔·马克·加斯顿 继承了他的莱维斯公爵的头衔 但是很悲催啊 没过几年呢 这个法国爆发了大革命 他这个儿子呢 就逃到了英国去避难了 但是他跑了 其他的人呢 没有跑了 在1794年 这个老莱维斯公爵的遗孀 和三个女儿中的两个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呢 被送上了断头台 所以说 他们一家人的遭遇呢 也是令人唏嘘的 不过这个莱维斯呢 在加拿大啊 尤其是魁省 那可是历史名人呢 你要是生活在魁省 可以看见不少 以这个莱维斯命名的地名啊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跟这个奎北克市隔阂相望的 莱维斯市 这个小城呢 它不是圣劳伦斯和北岸的那个 奎北克大都市区 它不是那里一部分 它位于河的南岸 所以说它是一个单独的city 地图上在这个位置啊 有人说 哎 莱维斯这个名字 哎 跟那个著名的牛仔裤品牌 莱维斯有什么关系吗 哎 其实没什么关系 莱维斯这个牛仔裤品牌呢 来自于它的创始人 莱维斯卓斯 你看 列维斯特劳斯啊 您听着名字就知道 这位是一个德国人 这个莱维斯卓斯呢 他是一位1847年 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旧金山的一个 德国犹太人家庭的人 德国犹太人的移民 跟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位 莱维斯公爵呢 那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嘿嘿 OK 咱们今天呢又讲了一大堆啊 历史故事 过不过瘾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您动动小手指 帮我点个赞 有网上的观众朋友们呢 您可以点击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国内视频平台的观众朋友们呢 您可以试一下长按点赞按钮啊 在B站上呢 这叫做一键三连 在西瓜视频上 这叫做强烈推荐 按下去这个动画效果超棒啊 您可一定要试试哦 OK 咱们下次再见